我是一個充滿好奇心的人 平時的興趣都是砌砌東西 例如砌LEGO 因為我特別享受製作的過程 到出來的成品 感覺是特別正的 平時小時候聽爸爸說 他經常在地盤裡日曬雨淋 那時我曾經想過 究竟自己能否應付這份工作 我們做鋼結構的 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開料 放樣組裝 然後就消瀚 鋼結構的重要性 因為它有很多組件組成 所以每一件組件都要做得很精細 很精準 如果它的組件陷入中間時有出錯 就會影響到整件組件的安全性 變成之後那些就裝不到 在施工的時間 我們除了要兼顧速度之餘 我們還要保持我們的品質不會降低 第一眼看到他 就是一個很陽光的男孩 充滿笑容 很容易令人接受 一個小朋友 他有一張白紙 讓我們教導他 把我們所學到的技術 和知識傳授給他們 曾經最辛苦的地方 可以說收到一份圖紙 我們準備好所有準備的東西 但突然間就說要作出修改 我本身設定好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要重新來過 如果一般給小朋友做的 就一定不會肯聲的 但他聲不出 幫我一齊去拆掉所有的東西 下手下腳地默默地做 我師父經常教我 作為一個好的工匠 你要首先每一項的工作 你都要認真去對待 不可以得過者過 成功需款幹 鄭家樂除了有一份熱誠 和努力 在他工作的時間 他是一絲不苟地去做他的事 我很喜歡他這個態度 有些困難的話 我們和我們的師父去研究 有他的意見 會令到我們有一個 比較清晰的思路 去做下一步的行動 我們金門公司 是一間很好的公司 他是不會淪惜資源 去栽培這班小朋友 令到他們個個都成功 我作為他的師父 我希望他承接了我的工藝 可以將熱氣發揚光大 工作上 我不知道自己還可以走多遠 但我會很認真地過每一天 希望有機會成為一個出色的工程師 我是鄭家樂 我是一名鋼結構技工學徒